哈囉 各位兄弟們到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一邊 我是老頭Oddman 讓各位久等啦 不好意思齁 讓各位等這麼久 因為最近的老頭呢 過新年嘛 是不是 各位新年快樂齁 那現在看到這部影片的話呢 可能應該是 1月3號 對啦 今天啦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要講說今天是1月1號嗎 抱歉 遲來的新年快樂齁 祝各位新年快樂 好不好 那麼今天呢 這個內容呢 差不多就是介紹一下 泰克的新裝備啦 那就是因為這個 DLCE變了更新嘛 更新過後之後呢 他就多了三樣東西 想必如果有追我這個連載的 應該都知道上一集 不是上一集啦 應該是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就有看到我們 泰克的新裝備多了什麼吧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 我想一下齁 首先要製作泰克裝備的話 他應該照慣例來講 應該也是要擊敗當地的BOSS 可是因為這當地的BOSS 據說實在是太強大了 老頭把他留到最後一集做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那個 泰克的解鎖裝備呢 我們直接用指令把他全部學起來 然後呢 還有一個叫泰克複製器的這個東西 其實要在補給箱那邊製作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的藍圖全部都學好了 泰克複製器的這個藍圖也學好了 但是呢 我去他這個各大地圖的補給箱 裡面卻沒有這個選項 所以說我不知道這到底是從哪邊 哪邊學來的 好不好 這個地方老頭就沒有辦法 告訴各位了 如果知道的各位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好不好 讓其他不知道以及我不知道的人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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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知道 抱歉 持久了 好不好 那麼今天呢 在這個影片開始之前呢 老頭想要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常常在用的這個傳送門 我們其實這個傳送門已經陪伴老頭大概很多年的時間了 非常久了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好用 上一集意外發現他更新了 多了一些新功能 比如說 可以延續上一次的傳送一個回溯的功能 我覺得這真的很讚 這真的超棒的 我覺得這個作者這個設計真的很強 這個回溯功能就是你本來在這個地方不小心沒有傳到 之後你還是可以傳回去再把它傳走 反正這個就是你們自己體驗啦 後來呢 老頭又發現另外更屌的功能 我昨天...有沒有啦 昨天...應該算是今天 我今天才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呢 材料呢 10個熟肉 水晶 水泥 金屬錠 電路元件 各一個 這個一個而已 能幹嘛呢 來來來 我來教你們 我已經把它學出來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先跟各位講喔 這個跟官方泰克的裝備完全沒有關聯喔 這是要分開的喔 你不要說 老頭為什麼我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你沒有裝這個模組 這是模組 這個跟泰克的裝備 官方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有趣 所以就要講給你們看 好 這個東西做出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不是用在你的身上 好不好 嗯... 好 就是你了 我們把它用在它的身上好了 好 讓它吃掉 好了 它吃掉了吧 對不對 你們要看它們的右上角多了一個傳送門的標記 好 看到我這麼做應該就知道我要做什麼了吧 來來來 很屌 超屌 這個很好用 我還是勸大家 各位如果要玩方舟 好 要裝模組 一定要用這個 多屌呢 你看這個傳送器有沒有 按住 選了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巨蟹怪 這是我剛剛放的 做測試用的 這個阿末二代目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收割者 直接傳回來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要防止你恐龍消失啊 因為以前我常在玩的時候 有時候不小心是不是死掉啦 就是沒有傳送到啦 然後呢 又要跑去找它真的很麻煩 所以說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方便 他這次的更新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突破阿 只要把這個 只要把這個定位器 餵它們 讓它們吃在肚子裡面 我們只要 找不到它 看見了傳送門 對著它 使用這個功能 我要把我的巨蟹怪招回來 我滑鼠不見 然後在這裡 是不是 直接就回來了 我們不用去找阿 這麼屌的東西也不趕快裝 是不是 就是 好猛喔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驚訝阿 真的 我就是覺得這個一定要裝 玩方舟必裝這種東西阿 節省你不少時間阿 不然有時候你可能在路中死掉 可是你的恐龍沒死 最明顯的就是阿根廷巨嬰消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我以前的連載 我每次阿根廷不見 我都找超久的 我的飛龍不見 我都找超久的 不是飛在空中最頂端阿 阿就是 在某一個 你再也找不到的地方 如果這時候你有為他吃這個定位器 馬上就傳回來了 根本不用找阿 我的天阿 好不好 所以說我還蠻推薦大家使用的 OK 那就就是我剛剛所發現的一些小內容 覺得還蠻不錯的 介紹給各位 如果各位喜歡阿 好 我把這個模組的連結放在影片下方好了 你們自己去安裝 好不好 好啦 那進入正題齁 我們今天要介紹三樣泰克的新裝備 這個三樣泰克的新裝備的話 我看一下 我拉一下齁 其實還蠻近的 就這三樣 泰克睡眠倉 快速回復生命 並 並 緩慢增加經驗值 即使在移動平台上也可以使用也能保護你的安全 這個功能好像就是睡覺回血是吧 其實我不太了解 總而言之呢就是 跟床應該是 大不多雷同的東西吧 沒關係 我們待會知道出來試試看 那第二個呢就是我們泰克的狙擊槍 咱們的泰克也有狙擊槍 然後他需要的冷凝器瓦斯有居然要525個 根本是坑爹 我們待會再想辦法使用哥們把它弄出來 第三個呢就是我們炎龍 炎龍泰克鞍 裝備在炎龍身上騎乘可以發等離子炮 這麼的酷 好不好 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 我覺得三個呢 各位一定是選這一個對不對 唉 我當然知道你們最喜歡看的是什麼東西嘛 對不對 老頭就不叫賣個關子 最後再給你們看 怎樣不行嗎 我們先看一下泰克艙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下泰克艙 泰克艙的部分我們先蓋一個平台 讓他放著好 那泰克複製器如何製作呢 補給箱沒有顯示這個部分 可能是BUG吧 這個就由各位自行去研究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吧 好 先蓋一個出來 好啦 我還是一樣這麼的DU 那基本上應該他也吃汽油吧 欸 哇 他不吃汽油欸 嘖 哇 這個是要怎麼發電 啊 是不是碎片 欸 對啦 我都忘記了 有點久了 好吧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建築物 找到了 200毛皮皮革纖維 製作 喔 做得還蠻快的嘛 OK 我們把它關起來 這個泰克艙到底多大啊 我還蠻好奇的欸 放在外面 有了 呵呵 外型還不錯嘛 好 有高科技的感覺 未供墊剛好我們這邊有墊可以供 喔 汽油用完了是吧 來 送你 供墊了沒 快速傳送 他這就只能拿來傳送而已啊 不能拿來睡覺啊 對不對 而且要未供墊 躺在裡面 馬上瞬間起來 欸為什麼躺了馬上瞬間起來 來這邊放一台 很隨便的放一台 沒意外這個發電應該也是我們的胎克晶片啦 有5片在裡面 有了吧 已供電 我們可以睡在裡面嗎 為什麼立馬就起來啦 等一下他不讓我睡 欸為什麼 按住1才可以在裡面睡覺 然後一放開1 他馬上就起來了我覺得這應該是BUG 我覺得這是BUG 這感覺真的是拿來回血用的欸 你看我在裡面睡覺的姿勢多撩冷 哇敲二郎腿睡覺欸 這麼愜意是不是 你根本沒在睡覺啊 你眼睛還打開有沒有 好啦起來了 大概長這副鳥樣 可以拿來回血的 不只可以拿來回血 哇把怎麼把這關掉 停止供電 好了 哇不只拿來回血 其實如果你中了那個 中毒啊或者是 在那個什麼 中了收割者女王的這個卵啊 你不想要生下寶寶 你也可以靠這個睡覺 好讓那個寶寶胎死附中 也蠻好用的 可是通常我們的選擇應該是會直接生出來啦 因為生出來就有戰力了啊 誰會想要讓他死掉啊對不對 那麼87 好不好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第二樣好 咱們的泰克狙擊 泰克狙擊槍 看一下應該是遠程 欸怎麼會沒有 這個嗎 不是 這是一般的 復健 火器 哇我不知道泰克狙擊槍在哪裡欸 這裡怎麼會沒有 狙擊 好吧 只好這邊看了 120個紅寶石不難 主要是忍寧 我都忘記忍寧記這回事了 我們去稍微看一下忍寧記好了 忍寧記的話 我們這邊不可能這麼多嘛 大概這邊也差不多 快100個 我覺得我們直接傳過去好了 我們傳過去拿 我們看一下到底可以拿多少個 好不好 再來決定 瓦斯球 這裡 哎唷 傳的有點卡 來來來 我覺得不太夠喔 這些量我覺得不太夠 沒關係到時候再看 到時候再看啦 不管啦 瓦斯2 我們瓦斯3好像沒有製作齁 有點可惜 算了 我們之前 我們之前漏掉瓦斯3這個部分了 看來真的不夠欸 1 2 3 4 5 6 通常這邊六個 六四 二十四 一個可以做240個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喔 6乘以4嘛 24嘛 那這樣總共是240個瓦斯球 那再配上我們這邊 240再加240 480加上我們這邊 好像可以喔 還讓 還蠻令我意外的欸 哈哈 居然可以做得出來啊 我還想說 我們平常這個瓦斯球 沒有在拿 然後 感覺沒有再多加利用 好像沒有辦法的樣子 結果沒想到 嗯 還蠻屌的 結果為什麼我丟東西 過去那麼Lag啊 哇 差10個 非常好 好 我們再回去一趟好了 居然沒想到差10個啊 我的天啊 紅寶石順便拿一下好了 好 這些紅寶石 要120個紅寶 哇 我們夠不夠啊 好啦 可以啦 這邊就那麼多了 來 我們再回去一次 這時候應該也差不多 升出10幾來一個了吧 應該OK啦 好 有了吧 7個 拜託再多給一點好嗎 我求你了 太少了這個不行 去2好了 至少還要再10個 再 5 6個以上 哇 做這個東西還蠻刻苦的嘛 7個 14個 我們剛剛是缺幾個啊 其實我們也注意看欸 算了 回去看一下好了 來了 再不夠的話 只能再稍微等一下啦 狙擊 好啦 可以了啦 529了啦 喔 終於啊 終於 來來來來 泰克狙擊槍 泰克狙擊槍 喔 感覺很硯喔 很硯喔 很硯喔 唉唷欸啊 酷斃了 酷斃了 酷斃 按R兩下是可以直接 類似叫熱感應 熱感應看一下敵人的位置 綠色是我們的 喔 它還會幫你掃描欸 重點是這可能可以掃到隱形蟲喔 我們讓我們的 讓我們的恐龍隱形看看好了 我們可以來做個測試 隱形 隱形少不到 哇 隱形是看不到的 隱形是看不到的 太可惜了 這個應該是要 用泰克的頭盔去看 泰克的頭盔啊 看得出隱形的生物啊 用我們狙擊槍 居然秒不到 不過它如果是 暴露在 暴露在室外的話 應該就是 直接你看像這種 就是很基本的吧 哇 開槍等那麼久喔 哇哇哇哇哇 也太久了吧 這個傷害 哈哈哈哈 幹 打不死啊 Noooo 你到底多少血啊 好爛喔 哈哈哈哈 我說真的有點爛 打完一槍要冷卻一下 我覺得這個 比較適合 狙擊人類吧 如果是玩那種 PVP伺服器的 那你就直接給它 尻下去就好啦 哇為什麼這次這麼痛 為什麼 打到弱點了嗎 我們看一下阿龜 打頭 欸? 太遠了不算嗎 還是他有兩種型態阿 你看他這個有開燈跟沒開燈的型態是不是不太一樣 都一樣阿 所以要真實殺害561 剛剛打到80幾那可能是因為打到盔甲類的物位吧 是不是 這邊112 我們看一下打頭 打頭比較痛阿 我中毒了三小 走開喔 莫名其妙 我還沒玩完勒 打錯邊 這類似就是PVP 直接把人拘死阿 什麼叫拔人拘死呢 有些像人家騎那種南方巨獸龍阿 那種超屌的那種恐龍阿 我們就直接往他的座騎這邊打下去 把他射下來 讓他的恐龍沒有自主能力 這就是我們PVP常在用的 這還蠻屌的我覺得 一個是夜視功能 他有兩種切換阿 兩種切換 目前只有看到兩種切換 然後好像沒有其他功能的樣子 對 左鍵就直接發出去了 不給你集氣 對 大概就這樣子吧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泰克狙擊槍 給你們看一下外型好了 個人是覺得蠻丟的阿 造型也蠻前衛的 是不是 你看我的槍管 哇喔 這個槍管其實做的 一點也不像槍管阿 還蠻酷的阿 槍聲這麼長 狙擊精英 打爆你的蛋蛋 就是這樣來的 對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準備 我們現在準備進入這種重頭戲了齁 各位 兄弟們 你們最愛看的東西來了 好嗎 終於阿 終於 終於可以看了 我最喜歡看的東西來了 在這裡阿 這什麼 好 我們需要金屬錠 來來來 金屬錠丟進去 炎龍泰克裝 唉唷阿 すごい耶 すご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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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唉唷 這麼的 這麼的屌 好 給你們看 泰克裝備裝在炎龍身上 嗯 別有一番風味 他後面還可以再做兩個位置 所以說這可以三人做 他可以發出激光炮 一樣 一樣 Ctrl可以 可以就是把 把那個頭盔前面的那個炮台呢架起來 有沒有 往前架了是不是 就是 抱歉我沒有裝 哈哈哈哈 登登登 來 我們需要一點能量 唉 阿我的能量碎片呢 難道說我全部都給他們了 真麻煩 我把所有能量碎片都丟到泰克裝備裡面了 泰克複製器啦 請你給我一點兒 謝謝 來看一下威力 威力在哪裡 絕對難不倒你 絕對難不倒你 來 在哪邊 欸為什麼不行 等一下 喔要先丟 丟這裡之後再丟過來 哎呀這麼的搞缸 等一下我丟錯邊了 有了 死捏 跟之前差不多啦 我是覺得差不多啦 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C劍呢 C劍隱形也是一樣 那飛行的部分呢有沒有躲我 變成戰鬥機了這樣子 但是因為這樣子 架槍模式開出來之後呢 他的這個突襲的這個部位就被取代 不是部位 突襲的這個熱鍵就被取代了 你看我把槍架下來之後呢 飛行的時候 按左鍵 快點給我顯示出來 會變成突襲突襲模式 但是你把槍給架出來之後呢 你再飛 直接就變成開槍了 沒有突襲模式讓你用了 二折一阿 完全是二折一的問題阿 這個問題點 沒辦法飛飛過去了 完全就是架槍模式了 然後好像也沒多什麼其他新功能的樣子阿 對 就是多了一把 多了可以開槍的功能 跟以往一樣阿 沒有什麼不同阿 其實我倒是希望他這個 他這個新功能 應該是說新的泰克裝備應該是可以多一些功能嘛 比如說飛行的時候有沒有多了特效阿 對不對 或者是說 每一隻恐龍的泰克裝備都有他的特殊能力 三小阿 幹什麼東西 啊 掘掘者 KC啦 比如說霸王龍嘛 穿泰克裝備 可以來一個大暴怒 大暴怒整個變紅色的有沒有 炎龍呢 在飛行的時候突襲可以突兩次 啊 或者是說 多了炎龍 他都鑽了泰克裝備 他可以飛行盾地 喔是不是多屌 可惜這些都沒有 希望以後會有類似這些功能 什麼如果南方巨獸龍也有泰克裝備有沒有 啊 攻擊力倍增 啊 跑步速度變快 是不是 啊 隨便講的啦 希望下一次可以出收割者泰克裝 一定也非常的帥 好 我們就盡期期待吧 好不好 今天內容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個人覺得呢 其實泰克裝備呢 一直以來就差不多這樣子 沒有什麼多大的改變 希望之後呢 能夠有更多 好 更特別的東西出現好不好 好不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一個喜歡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周易變再見啦 掰掰